欢迎来到YouTube频道NoMattersFlow 缺钙的自然疗法 今天我们将向您展示如何从蛋壳中制备富含钙的食用粉 作为健康牙齿、头发骨骼等的天然钙补充剂 这是一个自然的事实 钙可以构建并保持我们的骨骼、牙齿、指甲、毛发等的安全 我们的骨骼正在向我们的血液中释放钙 以维持血液中的钙水平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的身体会从我们的身体中重新吸收钙 骨骼而不是将钙保留在我们的骨骼中 这被称为我们体内的所谓CA泄漏 由于钙的这种渗漏 我们的骨骼和牙齿变得太脆弱 然后在骨骼中形成裂缝和骨折、牙齿变脆和蛀牙等 在这里,我可以建议一种自然疗法来解决我正在关注的这种缺钙症 定期使用一到两克加工鸡蛋壳粉 是50岁后人体所谓缺钙的最佳天然有机解决方案 天然富含钙的蛋壳粉的制备 准备使用蛋壳粉有几个步骤 依蛋壳的清洗方法如下 取一公升水于容器中 加入各小苏打粉和醋各一茶匙并搅拌 将收集的蛋壳放入容器中 并用柠檬皮擦洗每个蛋壳数次 确保蛋壳清洁良好 蛋壳粉是可食用的 它含有丰富的钙和多种元素 它含有精确数量的理想元素 可以治愈蛀牙和裂缝 因为它们的成分类似于我们的牙齿和骨骼 此外蛋壳中含有的鎂、菠、磷、甲西、蒙、铁 同处于围观水平 蛋壳含有约95%的碳酸钙 这种碳酸钙与存在于胃中的HCL反应并转化为氯化钙和二氧化碳 从这种钙被你的身体吸收 以建立强壮的骨骼和牙齿 将清洗干净的蛋壳放入容器中 加水煮沸5到10分钟 这样可以去除所有的真菌、细菌、细菌等 冷却后取出蛋壳 有几种方法可以食用这种粉末作为补充 一、在准备薄煎饼、烤肉、面包等时与小麦粉或任何其他面粉混合 二、加入DOSA和IGLI面糊搅拌均匀 三、用煎蛋卷撒上粉末 四、与几种咖喱和食物混合 每人1到2克的比例 三、去掉壳内的薄膜 撕成小块进行油炸 四、小火将蛋壳快煎至蛋壳变色 蛋壳粉可用作植物、树木、花园、农业区等的天然生物肥料 蛋壳粉中多种矿物质元素的组合有助于改善土壤的施肥 也最适合您的宠物、动物的成长 五、将这些煎好的蛋壳片转移到容器中研磨成细粉 咖啡研磨机是最好的细粉 六、从研磨机容器中收集蛋壳粉并保存在密封瓶中 蛋壳粉中的钙可以对抗因缺乏这些元素而引起的多种疾病 对抗因病、骨质疏松症、关节病、骨折、骨裂等均有疗效 钙对于人类和动物发育强壮的牙齿非常重要 在怀孕期间对女性非常有用 缺乏钙会导致胎儿肌肉骨骼系统发育不良、子宫无力等 缺钙肠导致贫血、造血不良等 钙对于保持指甲和头发的美丽是必不可少的 使用贝壳粉可以帮助您建立强壮的头发和指甲 并摆脱脱发、分叉等问题 指甲变得更硬、不再弯曲、折断等 我想通过这个视频向你传达的信息是不要把蛋壳扔掉 要适应你的饮食系统作为补充 谢谢收看